中国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韩国 确诊病例新增505宗 累计个案达到1766宗 那大秋市在传出死亡个案 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 随着韩国将疫情警报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之后 首尔和华盛顿也宣布展延上半年的联合军演 直到另行通知 另外 为了避免大批学生聚集 韩国的一些年度考试也宣布取消以策安全